当下好莱坞最红的巨星是谁?很多人可能会说小罗伯特唐尼、阿汤哥、范迪塞尔,其实有一人无利名气还是号召力都不输他们,他就是光头强森,据实强森年年都高产,他才是好莱坞最红的巨星。 光头强森虽然很红,但是他缺少超级大片,以至于他给人感觉不如小罗伯特、范迪塞尔,巨石强森纪年的号召力也有所下滑,他主演的不少作品票房都很一般,比如这部《沙滩救护队》,票房就小亏了,海滩救护队,是由范斯戈登导演,道恩强森,扎克埃夫隆,亚历山德拉达达里奥, 普雅卡乔普拉等主演,该片根据同名美剧改编,讲述了海滩老护卫队员与新加入队员联手侦破,一起犯罪阴谋的故事。 该片投资6900万美元是一部中商规模制作,片中其实也就巨石强森一味大牌,本片看点还是很多的沙滩美女吸睛。 该片国内美引进有点遗憾,海滩救护队上映后票房一般,北美仅收到5806万美元,海外一,19亿美元,全球一,77亿美元约12亿人民币。 这个成绩扣除成本还小亏了,缺少了内地大市场亏本也正常。 这类型电影除了吸引眼球还有啥? 有网友说,那个海滩上波涛汹涌的时代早就不在了,这次卖情怀又没卖好。 豆瓣锦五,六分也可以看出观众并不买账,巨石强森是超级巨星。 但是拍这类题材有点掉价吧,沙滩救护队投资4,7亿票房仅12亿,全球票房2亿美金都没有。 巨石强森也无奈,有网友说,他扛票房能力真不如阿汤哥,也确实是这样。 阿汤哥号召力是有目共睹的,他票房稳定几乎都是稳赚不赔,而且阿汤哥拍的都是大片高大上的那种,反观光头强森什么片都拍来者不拒。 大家看过这部电影吗?欢迎评论。